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就是啤酒和纸尿库的故事 那么我们今天先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频率分析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传送带 上面传送了一些箱子 是吧 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统计这个箱子 第一个方法就是在这里装一个传感器 是不是 然后去统计每一个过去箱子的颜色 那么我们就可以统计出来 我们管这个叫实域分析 是不是 那么在第一秒的时候过去一个蓝色的箱子 第二秒的时候过去一个黄色的箱子 第三秒的时候过去一个红色的箱子 第四秒的时候过去一个蓝色的箱子 第五秒的时候过去一个蓝色的箱子 第六秒的时候过去一个红色的箱子 这么以此类推 按照时间来统计这些信息 我们还有个东西叫频率分析 那就是周期信号 对于一个周期信号来说 那么每十秒钟会过去三个蓝色箱子 四个红色箱子和一个黄色箱子 那么 这样也可以统计 这些东西的信息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实域分析 变成频率分析呢 那么我们实域分析的时候 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序列 对不对 我们没法去分析 里面就说 我们只能得到黄色蓝色箱子之后 是个黄色箱子 黄色箱子之后是个红色箱子 我们如果想统计出这些箱子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就得用频率分析 是不是可以统计出 蓝色红色黄色箱子 过去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 关于频率分析的故事吧 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 就是说在2000年的时候 沃尔玛发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人们发发现 这个买啤酒的人也喜欢买纸尿裤 是吧 然后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 把啤酒和纸尿裤放在了一起 就啤酒和纸尿裤离的很近 然后人们就会抓一瓶啤酒 顺手拿一瓶纸尿裤 然后你们就发现 这个事情觉得很神奇 是吧 那么我们来分析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大概 我们不去关心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大概分析一下 比如说有一个人 对吧 他可能已经挂了 但是无所谓 然后他有个小孩 对吧 然后他是一个年轻的 成功的男性 然后他喜欢看足球 是不是 于是他在看足球的时候 经常会喝一杯啤酒 然后他有个小孩 小孩需要纸尿裤 所以他有时候就会 买啤酒的时候 再买一个纸尿裤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而且人们会发现在周末的时候 这个啤酒和纸尿裤的销利 销量就会变高 因为他们周末的时候会去采购 那我们不去管这么多的破事 我们大数据关心的是结果 不关心过程 我们只关心结果是啤酒和纸尿裤一起卖 卖的好 对吧 那我们就这么做 那么过程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用太去分析 我们用这个数据来推结果 我们不用再回推到过程的一个方向去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叫技术 什么叫技术呢 就是统计在这个 这是第一个人的购物清单 这是第二个人的购物清单 这是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后面还有很多 我们就假设就看前面四个 那么技术啤酒 就是买啤酒的人有多少呢 你看这有一个两个三个 是不是 那么又买了啤酒 又买了纸尿裤的人有多少呢 那有两个是吧 啤酒纸尿裤 对吧 啤酒纸尿裤 对吧 有两个人 第二个东西叫支持度 或者叫技术率 那么我们对这个啤酒 进行支持度计算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啤酒有三个人 就是有三个人买的啤酒 是不是一共有四个单子 那么啤酒和纸尿裤 就是一共有四个单子 一共有两个人 又买了啤酒 又买了纸尿裤 第二个东西叫置信度 什么叫置信度 它其实就是一个 类似于条件概率一样的东西 那它就是把 比如说我们要求置信度 啤酒的指向纸尿裤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怎么算呢 就是支持率 啤酒和纸尿裤的 在一起除以技术率 纸尿裤的值 那么就相当于是用 这个啤酒和纸尿裤 你看就是二分之四 除以三分之四 那就等于66%准备 也就是说买了啤酒的人 里面有66%准备的人 也买了纸尿裤 用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统计出来 人们购物的时候的 这个倾向性 比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网页 比如说我们打开 Kroger的网页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个第一页推荐的东西 就都是一些 美国人喜欢买的东西 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东西 大家喜欢买这个东西 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又买这个东西 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又买这个东西 所以他把这东西 全部一股脑在前面推荐出来了 也就是说 他把一些大家常买的 然后关键度比较高的东西 提前就给你推荐出来了 这样的话 你选的时候就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们家养了个狗 是吧 那么可能就点一下这个 对吧 我们家里养 喜欢吃这个菜 点一下这个 当然这个我都不太爱吃 因为这不是不是亚洲人的习惯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场 里面要是1000种商品的话 用刚才这种算法来算的话 就出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 那就是这个 他需要 他需要计算2的1000次方 减去一种可能 才能把这些东西的 这个相关性都计算出来 那么这个事 是在计算机上 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我们就要使用一些算法 对吧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讲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什么呢 比如说 一个人买了一条锦理 对不对 然后他又买了些鱼食 那么他的概率呢 是98%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锦买一条宠物鱼 和买这个宠物鱼的食物 这两个东西是高度关联的 对吧 那么 我们一个人又买了一个轮胎 又买了一个纸尿库 对吧 他的概率是23% 也就是说 买又买轮胎 又买纸尿库的人 不是很多 那么我们 在把商品放的 规类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不会把轮胎 和纸尿库放在一起 对吧 但是我们可能会把锦理 和这个鱼食放在一起 也就是说 我们在推测观测度的时候 不需要推测 二的一千字方减去 一这么着的种可能 我们只需要把一些 我们关键度比较大的东西 算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就有一个算法诞生了 这个算法的名字叫做 Ipreory算法 那么什么叫Ipreory算法 就是首先 我们先把所有的item 就是有1234 有各种各样的item 还有5 这些 这些就是这是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是第100号人 对吧 他的购物清单是买134 第二个人买了235 第三个人买了1235 第四个人买了25 首先我们先把12345的support 这是他的支持率 也就是说他买 就是说他的单子里面出现的次数 对吧 统计出来 那么我们发现1 他在这个单子里出现次数 是在这四条记录里出现 在两条记录中出现 对吧 那么二的话 在123在三条记录里出现了 是吧 然后我们比如说 我们设置一个值 比如说出现一次的话 我们就认为他出现太少 就把这条记录直接扔掉 所以就发现就剩下123和5 这四条记录 对吧 然后把这四条记录 再给他两两关联 组成一个新的记录组 就是把他们不是只有一个 这变成两个 也说1213152325 还有一个35是吧 组成这样一个记录表 把这个记录表 再统计他们的支持率 对吧 也就是他们在里面出现的次数 然后发现12出现的次数 是一次 15也出现一次 把这两条就踢掉 因为这两条出现的次数太少了 我们就不用去关心它了 剩下的再组成一个表 对吧 然后把这个表 再一组 发现123 对吧 232535 发现只能组成235 这么一个表 然后我们这么一表 一发现235这个东西 一共买了两次 所以说我们这样就可以统计出来 哪些物品是相互关联的 是吧 那上面这些物品也是相互关联的 那这个物品就是最终相互关联的了 那我们就会统计出这样一个相互关联的这样一个表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统计出来 就说我们只关心结果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关心 就可以统计出来 啤酒和职尿库 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么今天视频呢 也就到这里 给大家讲解了一个 iPRE ALRE算法的第一部分 那么后面还有一些部分 还有上FPTRAIN啊 这些东西 我们之后会给大家去继续详细的讲解 那么今天讲的东西呢 就是大数据之中最核心的一个算法 叫做关联度算法 或者叫频率分析 那么这个是在大数据中 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算法 那么之后会讲解更多的东西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